4M一辆车卡到了CTG 这个看家的Wonkey King 和三个前点去顶的人的中间 那这样的这个枪线 其实反而是把4M自己加住了 对 但是画面这里骂的威胁 然后四圈已经给了 四圈是给到一个左上街 那这几对还是有打架的必要的 尤其天霸来说 他肯定不希望自己附近有人 MG刚才被击倒的人被扶起来了 所以他们现在还是满边 然后三方当中都不想做第一个出手的吗 Pero这边还是选择要打了 4M位置有点小差 因为Monkey King的位置处理不了 Monkey King是家里的人 他背后出手的话 4M很难受 然后经典对枪 其实这波拖的有点久 是Pero这里也是拖到MK的人 都已经集结到前方之后 然后才开始出手 但是他也不知道MG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看个人能力了 先往后爬一下吧 天哪 Monkey King是死亡位 对4M来说 真的究极死亡 那个地方 就除非CTG全部都拉出去 去当时去劝那个右上角那波架 不然的话 真的4M扎了这个位置就非常危险 是的 马云龙是两颗雷的配合 直接把MGD名队员给补掉了 这个时候前方的威胁已经没了 Pero可以把人全部都扶起来 是 最后补枪都补得非常的好 你一个4个位置往前探移 不有可能看到小唐的位置吗 小唐混到了烟里 那暂时两边可能打不到照片了 Pero前面全是残边 又有点伤 小鬼是回头确认了一下队伍 能不能帮他架到 又叫了一个兄弟过来 这个位置应该是直接想吃了 快没人了天爸 位置好像很难待的样子 天妈只剩一个 是的 只要17到了这个圈边的位置 他其实就是比较与世无珍 因为巨幅的物资可能会稍微不如 就当GFY一点嘛 诶 巨幅这里被小天顺秒了 这个地方小宇宙 落的稍微多了一点 应该是小天更准啊感觉 这个地方找了个角度 是的 本来巨幅是更贴定圈边的位置的 这个其实撤退不及时会有点伤 GFY卡一段时间 就现在五进六的时间 是不需要太着急进圈的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靠近蓝圈的话 可以稍微拉一个缓冲 稍微慢一点 诶 独狼我觉得是这样的 monsters不知道 就这个人贴过来的时候 他的箭头都没有动过 在北边 他只有两个人头啊 MG那边有几个人头 应该是被其他队伍给打掉了 被天爸有可能是 打了 然后天爸被石器打了 DK这里出手了 GFY是 GFY是拉了辆车 估计是想进圈 然后起步或者沿途的手 你还比这把还是 有比较高的机会 那DDT又在决赛圈啊 关键是他怎么又在决赛圈啊 你想想看他左边的队伍 他很左侧 然后打一个右侧的圈 嗯 DDT这个房具有点怕被贴到近点 扔雷 他有个小平房 而且那个二层我也比较好排 有几个小地形是可以贴过来的 CDG被夹击了 DK想冲脸 这样的话Payroll也要往前冲 他们都想去争夺CTG的这个人头 是的 小唐队是连打待补掉了一个 Payroll压到了近点 这波感觉是Payroll 能够一高打低啊 已经是全部打完了 后面还有DK的相线 是的 DK好像是拿了大头人数吧 然后GFY算是一波复仇 对 Payroll刚才是两个头 现在涨到了三个 看看后面还选不选择追着DK打 因为DK原点是被GFY打掉了 DK在旁边看一下17攻DDT 这边谁赢了谁就能稳稳地进入决赛全 因为左边没有队了 就看两边队伍的进点那个交手了 哦 实际上是 爆头了 对 上到楼顶先把雪魔给打掉 但是两边是互换 雪魔是有一个裤装里把自己给炸倒了 实际上这里是为原点的女孩 给的冥命给抽倒了 是的 哦 因为站 对 但实际上之前是倒过一次的 要 可以摁 对 如果没雷的话应该是可以摁起来的 嗯 主要现在不好拉到防区之外 得看DDT在防区里面的 就这个白防里面两个人是稍微有点抗压的 但同时也是可以立功的一个位置 DK 马鱼龙 对 DK被GFY枪线赶得去往Payroll脸上冲 那Payroll不是稳稳收下吗 这个分数 那这波小铃铛是拿到了人头吧 这巨幅去腿着去推 New Happy我觉得机会不太大 因为它是腿着去的 嗯 这吧 感觉 看Payroll能不能从满边 满边从北边活下来吧 因为前面还有一个雷可能会踩到 就堂地的那个位置 看看Payroll有没有记这个比较关键的信息 嗯 前面这个烟散 嗯 好 这个可以开始准备了 小北千万不要突然的跨到那个窗户的里面 我看他现在站的还是蛮安全的 哦 哦没想到这冰箱上面站了个人 天呐 这个位置简直是绝了 然后小北又来了他的这个人生 之坎 就是这个窗台位置 我觉得窗台对他有这个 就Counter的 属性 Buff在里面 啊 而且DT还有 还有把喷子 一把Berry打一把喷子 看Berry有没有提前枪的机会 如果打提前枪在这个DPS上 其实不输太多的 哦 喷子 果然输出力更强一些 他还可以扶两个人 吸气在这个位置还能保三个编制啊 嗯 哎 小唐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他要是寄过这个信息的 过来亲他 嗯 两侧都有枪线的话 哎 别被捕了 是的 就没有 因为我刚才没有 小唐被闪了 好像 哇 这波差点被捕了 差点被捕了 嗯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两边会有这种枪线 会一起压的 还是稍微有点小脱节 但是影响不大 只要没有 就是有可能会分分头甲什么的 不知道 我感觉既然是男的来顶了这个位置 应该还是会给他吧 嗯 这个地方还是 你需要你Pick两到三波的 准哦 那DT往山上走是 如了New Happy的愿啊 DT确实很艰难 这个局面的话 对他是非常福利的 因为两个队伍都在圈里 所有人都在打他 而且更关键的是 QQ那个位置也已经被发现了 得看看双方的火力了 奶奶最后一颗雷 没有太大的问题 先把小天给解决掉 这波正面的四打四 DT那个位置 应该是 我们一直在传来信息 看看派出会不会选择 直接从这个底部 把New Happy的 男的和明明这个位置给打掉 对啊 小云大已经开始往前顶了 先秒一个 二打一 明明是缩到了掩体后面 明明选择用雷加枪 力波配合吗 雷好没扔过来 不止三个人 三打一 要是要往 明明这个地方压 那这样的话 New Happy还在处理DDT New Happy现在有点 小云当 没有任何的进攻型的道具了 这样阵地完全被分割的 没有了呀 如果真的明明这个地方被拔的话 New Happy回来 没有位置站了呀 喜剧人那个位置趴着 New Happy准备先把高年给解决掉 哦 明明打了一个 明明打了两个 明明只不过 一顶三啊算是 但马云龙没压 马云龙又退回去了 马云龙是选择用连决去帮了一下 队友是吗 这不可能 可能是沟通有点没有做到位吧 但按道理来说 二顶一已经是优势顶 但是从拍入自己人的位置来看 好像是明明抓了个timing 对面没有 明明打第一个是用了 一些枪线打的是身子 但是第二个是爆头 可能pick了两波 那现在 New Happy两个 明明又打了一个 哇 这波如果说 New Happy吃下鸡 就是明明大功臣 天功 是的 马云龙刚才应该是扶小鬼 然后位置没有太换 所以小鬼这边 两个 马云龙肯定是救不起来的 明明就会自己在卡 小鬼只能往前硬顶 最后一枪啊 New Happy这场比赛是九个淘汰 可惜了 明明刚那波没有看到 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啊 只看到这个右上角的一个信息 按道理来说 这个波确实是明明发挥的点 我们下注啊 我们下注啊 谢谢你 谢谢你